歡迎各位亦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在Facebook上高 龍門兵室的其中一則貼文取得了萬多個讚好和千多個分享 到底有什麼值得高興呢? 我們一起看看這個貼文怎麼說 他說最近香港細菌病毒肆虐 屈臣市特別贊助他們20箱兩公斤的蜂蜜雪梨水 今天先在銅鑼灣店 稍後會在其他五間分店 希望大家帶回家祝身體健康 多謝你 這一則貼文獲取了大量網民的掌聲 在留言中不斷誇獎誠哥 我也覺得誠哥真是非常好東西 還言後來有傳媒向屈臣市查詢 到底搞什麼呢? 是不是只是贊助龍門兵室呢? 屈臣市就說 不是的 有關的產品試飲推廣活動 是屬於推出全新產品包裝之前的一般宣傳推廣 相關活動已經先後派發出超過五千瓶的飲品 比一百間以上的餐飲商戶 飲品並非只是贊助龍門兵室 不過不要緊 誠哥依然取得了大量網民的讚賞和尊敬 為什麼呢? 不只是風蜜雪梨茶 而且還有應急錢 大家記不記得嗎? 那麼多富商富豪 在他們向青年登廣告落井下石之際 誠哥是唯一敢於以自由意志為香港的年輕人發聲的 大家記得他的廣告了 黃台之瓜 何堪在盞? 另一則的廣告更加厲害 被市民懷疑是一首藏尾詩 叫做 因果尤國 容港自己 義憤民成 即是誠哥的文膽是相當有文才的 所以寫得出來 其他所謂的富豪又如何呢? 有幾百億身家 一樣要緊跟著主旋律 登上廣告 每個人都寫著紙暴製亂什麼什麼什麼 你沒有了自由意志 其次就是 富豪捐地好像嚴重得多 誠哥只是應急錢計劃 風蜜雪梨茶 為什麼誠哥所得到的迴響和掌聲 是比其他捐地的地產商為之多呢? 因為他就是最直接的支援 而且是急市民所急想市民所想 言兜兜將五萬元的支票奉上去給那些食肆 這個是很厲害的 跟你那些所謂的捐地 第一又不夠即時性 也不知幾年之後才建好你那些所謂私人的樓宇 或者所謂的公屋或者資助房屋 第二就是 你這些叫做捐嗎? 市民不用錢進去住嗎? 一樣要付錢 跟誠哥爭一緣 誠哥是把錢捧到你面前 等你去拿就等你去申請 你那些所謂的捐 一樣是要市民整羅銀子捧給你賺的 這是很大的不同 那些捐地雖然沒有人有掌聲 根本上是犯不起半點的涟漪 就是浪費了 捐完之後又如何呢? 你對共產黨表示忠誠 其實就是沒有意義的 第三就是 在9月8日的時候誠哥出來說話 就著目前香港的局勢 說什麼? 就說希望那些執政的能夠對我們香港未來的主人翁 是妄開一面 雖然法律和人情是有衝突 但是任何事在政治問題上 都要為對方來想一想 很多大事都可以化為小事 這些就是 說得出市民的心聲 雖然他不是一個很嚴重的所謂政治表態 或者是一個很精細的政治演說 但是他就這樣說人話 這個自由意志 就已經是值得尊重了 是不是? 其他有說過半句話嗎? 沒有啊 落井下石的多 雪中送炭的少 所以就是大家 為什麼那些青年 這麼尊重誠哥就是這個意思 過去這麼多年 不停地罵地產霸權 其實大家看得清清楚楚 這次到底哪些人才站在香港人那邊 不停來煽動 抹黑 這些是沒有意義的 黃店就說完了 龍門冰室 到藍店 大家都知道楊明 他有份做老闆的那間叫鄧湯店 其實是很不老禮的 因為鄧 尤其是對於那些警察 那些警察很鍾情這一間的鄧湯店 有人拍到謝鎮中大警司 曾經獨自在鄧湯店裡 喝他的鄧湯 有人就約清是否喝鄧炳強的鄧 哈哈哈哈哈哈 不知道鄧湯是什麼 但是警察就喜歡扎職而已 怎麼會喜歡被鄧湯 所以不怕生壞名 最怕就改壞名了 好了 到底楊明為什麼有什麼事呢? 他原來那間店舖在昨天大排長龍 他就在微博留言 當然要曬一下那些排長龍的照片 吹大雞 楊明就說了 多謝各界朋友連日來的問候 還有廣大市民的支持 有多廣大呢? 連無大市民只有四成人 還要扣除那些老人院的長者 沒有自理能力的了 有些人是 根本上去不了這間鄧湯店的 有些是旅遊巴的選票 根本上就不在香港定居 那些人是 就扔不了了 那些人 還有些什麼? 中票那些 怎麼扔呢? 都不知道中了哪裏 所以你真是 不知道你有多廣大了 他那篇是繼續說的 你們的心意我們全部收到 亦都要代保良局多謝各位善長人庸 因為這幾天就是我們鄧的二賣日 營業額就會全數捐贈給保良局 另外我們都要向鄧的所有同事致歉 要你們受驚實在抱歉 雖然你們每天都無窮的壓力底下工作 但你們仍然保持專業態度去服務顧客 真是感激不盡了 最後請大家放心 我們一定可以撐過去 你們的支持和鼓勵 令我感受到香港還是一個充滿愛的地方 大家加油 警察加油 支持警察 你真的叫得很廉價 這些口號 其實我覺得這樣 不需要得意的 大家看看這些藍店 你可以持續多久 布滿的人流是大排長龍的 之前龍門兵室 排到真的排幾十人 排兩三個小時 而且比起龍門兵室登出來的照片 長龍更加多 你能夠持續多少天 那個持久性就很厲害了 如果只有一天半天 那就是虛火 水退了就知道誰沒著褲了 你今天吹大雞 人多也不出奇 現在人多是 每間店都可以 但不能每天都是這樣 而且你搞這些 以香港警察作為主軸 來招來的顧客 是不對的 為什麼這樣說呢 因為你和官媒的主旋律 其實有些是雙違背的 人家說明 不能以顏色作為生意的招來 但你擺明 說明自己是藍店 又支持警察 警察加油 到底你不是想搞藍色經濟圈嗎 是不是 你是間接把所謂顏色的經濟圈 去宣傳 所有官媒批評黃色經濟圈的論點 其實就變相適用於在你陽明身上 這一把是雙刃劍 當他們批評黃色經濟圈是不應該搞的時候 其實就變相批評藍色經濟圈 當然 他根本上又不夠人和資源 去搞得起 那些餐廳的藍色經濟圈 很多都在拍烏蠅 但是當他批評黃店的時候 其實連藍店都不能搞 因為他就是不想搞起一個所謂顏色的經濟圈 當他擴及到其他行業的時候 目前就是飲食界 飲食界已經佔了一個席位 在立法會那裡 大家不要忘記飲食界也是一個 專業的功能團體的界別 大家的黃店記得千萬 就要在4月2日之前登記成為功能界別的選民 記得這件事 所以他們就不想去擴及其他界別 包括那些婚禮界都說不接警察的生意 甚至乎在網路也流傳了一個圖片 廣州有些淘寶的網店 別人只說明弄了一張圖片 其實那些就是 字體的設計 打橫看就是警察 打直看就是勁抽 那些店鋪都說不做警察生意 為什麼呢? 別人問他原因 他只覆了六個字 人在做天在看 表達得非常清楚 言簡意該 又不會得失的客人 又可以表達得出自己的潛台詞 以及具有深層次的意味 所以這間的淘寶店家 我覺得也是 值得尊重的 最後我對於這個黃色經濟圈 就有一點點的建議 因為我也知道很多黃店都是大排長龍的 但是在大家排長龍的期間 其實都可以開啟這個手機應用程式 看看附近會不會有其他的黃店 就不需要太過聚焦於個別 即是出名的黃店 那裡幫襯 變了可能有其他比較冷門的黃店 他們是會拍烏鷹 或者是門可挪著的 大家又可以試試其他多些不同的黃店 整到那個生態是平衡一些 就不要過份傾斜在個別幾間 其實都不是太過健康的 這是我個人小小的建議 如果有什麼不適合的 就不要見怪 這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